大陸湖南徐广高速公路 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 10分钟内就发生了 5起的交通事故 总共有49辆车追撞起火燃烧 造成了16个人死亡 66人受伤的惨剧 从画面上面就可以看到 多辆大货车以及小车 是挤在一块 熊熊的烈火从白天烧到黑夜 农烟更是直冲天际 现场哀嚎声四起 宛如人间炼狱 目击者就表示 当时下着小雨 路面有很大的雾 他在高速公路堵了两三个小时 最后从应急的车道才脱困 他也目测至少有十多辆的小客车 被撞成了废铁 不时还传出爆炸声响 而伤者紧急送医治疗 其中八个人伤势比较严重 大陆当局直到深夜11点 才完整通报灾情 现在美中的关系 因为一颗气球变得非常的紧张 美国今天是以F22战机 急落了大陆侦察气球 大陆国防部在今天下午就回应 认为美国明显过度反应 同时也表示急落大陆的民用无人飞艇 对美方做法表示严正的抗议 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 类似情况的权利 这个是陆方的最新回应 而美国派出F22战机动用一枚售价将近 两千万台币的响尾蛇飞弹 急落了大陆的侦察气球 这枚飞弹其实大有来头 因为它是具有高性能的 号称是飞行员看到哪就能够打到哪 至于为什么飞得要用这样的飞弹呢 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天空中发出一声巨响 在美国领空漂流的大陆气球 终于被一枚飞弹击落 这次击落气球任务 美军派出F22猛禽战机 而击落气球的则是赫赫有名的 响尾蛇空对空飞弹 小尔神目前进化到9X一枚成本要价 38万美金 售价更高达60万美金 将近两千万台币 飞弹具备离轴射击能力与向量喷嘴 能够向左向右90度发射 搭配联合头盔瞄准系统 对于是飞行员看到哪打到哪 看成是最强短程空对空飞弹 至于击落一颗气球 为何要打飞周章出动飞弹 因为这颗在平流层的巨大气球 内部填充大量害气 内外压力差小 如果用机枪射击 无法释出足够的氦气让气球降落 所以必须出动飞弹极落 前防长艾斯波也认为 这是对中国大陆的强硬回应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初选脚步逼近 两党候选人可以预期将大打抗中牌 大陆学者王勇认为 选战升温之际恐怕影响中美关系 已经出现的缓和迹象 记者张亚平报导 美中关系为了气球事件陷入了新一波的紧张情势 华人智库董事长欧崇敬就分析 因为布林肯原定要访路 但是知道没有办法得到预期的效果 刚好就用气球事件来做出声势 而这一波的气球跌对跌 现在也加剧了美中之间的新冷战局面 美中之间的关系搞得非常的僵持 那所以说呢 美国小题大做 制造了这场梦剧 那我想说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一方面是做文章 一方面是说要等它飘到海上去 因为它觉得这个急破了以后 可能会有很多的碎片 那这些碎片那会落到民宅 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那刚好这个东西就给了布林肯 一个不到北京法文的这个借口 那当然这里头我想 这个他们还是有一些 这个操作的痕迹存在 那当然一定的 那意思就是说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 确实可能不是要往缓和 以及这个友善改善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用气球做侦查 这真的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拿它来做一个 呃两个国家 因此而敌对的借口 本身是一个非常可笑的 那谁拿来做借口呢 是美国 而且美国就在布林等国务卿呢 要前往中国访问之前呢 拿这个气球大做文章 我觉得这件事情极其荒谬 它运用非常多的媒体 在对这个气球做讨论 这个比例呢 太不成篇幅了 我就要问问看这个气球 到底可以拍摄多少所谓的机密 显然是没办法 还有再来 如果它真的对美国有威胁 它更应该早点把它击落啊 如果它真的探测到机密的话 那显然 就是没有什么机密探测效果 才让它一直存在在那儿咯 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 麦考尔日前就透露 他计划在4月访问台湾 至于麦卡锡什么时候来 还没有最终确定 台大政治系教授佐振东就认为 这两个时间点都各自有意义 来听佐振东的分析 麦卡锡之前说 他暂时没有访台计划 到底是不是美国行政部门的一个努力 如果是 那当然现在他来台湾的机会就大增了 但是如果不是呢 如果他不来台 只是因为民进党政府认为 这个时候来台 对民进党的选举没有帮助 那要到选举前再来才有帮助 那把它变成一个 到时候一个可以操作的议题 对民进党可能更有利 因此他暂缓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才是 值得我们担心的地方 你们3月跟4月来有差吗 4月因为是台湾关系法通过的这个纪念 所以说他在4月来是有这样一个意义存在 那3月来当然就是说 他要更早来台湾 来把这个不确定因素及早给结束掉 所以我认为他的那个推算是不太一样 还有就是说 美国行政部门 如果现在跟大陆没有办法谈妥 他是不是也会希望说他能够早点来 就早点把这个因素给把它结束掉 但是我觉得从麦卡锡我个人的评估是认为说 从麦卡锡本人的角度来看 他当然是晚一点来对他比较好 第一个因为这个议题一直延烧 他就会始终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焦点 第二个麦卡锡应该也会希望跟大陆有一些互动 那他现在就来了这件互动就结束 就已经定调了 他如果能够晚一点来 那当然这个中间他就有跟大陆有一些协商也好 有一些谈判也好 那这个对他来讲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从麦卡锡本身的角度来看 晚一点来应该是对他比较好的 对他个人来讲是比较有利的 那但是从美国行政部门的角度来说 如果他终究要来 也许早点来反而好 那要不然的话他辛辛苦苦 行政部门跟大陆谈了一些结果 结果麦卡锡这么一来全部都推翻 所以从美国行政部门的立场来看 当然越早来越好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一个 所谓三月就来的情况 那是因为现在布林肯反正去不了 干脆就早点来